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了一条微博说 这是一个信号 小心了 引起众人讨论 一位IT工程师回应 此时步骤更待何时 一夜之秋 撑不住了 中国从1988年开始 将每年9月的第三周定为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中国教育部说 中国目前仍有4亿多元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黄色小鸭今天游到中国北京 并在当地一处公园正式亮相 不过除了正版黄色小鸭 深圳鸭也来凑认哦 这只深圳鸭穿着绿色背心 后面还跟了7颗鸭带 输人不输政 新唐雅的电视总理报导